今天聊過境呢 我們要帶大家聊的是越南 越南在過去呢 都是被認為是一個相當不錯 而且快速發展的市場 但是在今年發展的速度 似乎是稍微的緩和下來 我們先來看到2023年的越南經濟狀況 可以發現到外資看好的比例是明顯增加 包括實際利用外資的金額 還有外國直接投資的金額 都是快速的往上飆漲 而且新速冊的資金呢 也來到了201.9億是上升了62.2% 當中呢新加坡是挹注最多的金額 在越南是68億的資金居冠 是來到了第一名 而且也是最大的外資來源國 不過如果我們來盤點 他的經濟表現的話 在2023年的表現 似乎是不如他們原先設定的門檻跟目標 因為他們在2023年設定的這個GDP成長率 是要來到了6.5% 但是呢數據統計出來只有5.05% 是低於10年內增長 這個年增長5.87%的水準 但是在2022年呢 他們受惠於這個解封的影響 當然其實經濟的表現非常不錯 也創下了25年來最快發展的一次 但是2023年為什麼發展 還有它的表現不如預期呢 主要有三大因素 第一個是出口的訂單下降了 主要還是因為當局打炸 再加上大陸的經濟 也是低迷的情況 出口不佳 所以等於說 讓他們的訂單下降了 還有房地產的表現也沒有太好 而且呢 企業破產的數字也明顯增加 所以也導致在越南去年的GDP表現上 是沒有達到一個預定的水準 但是呢在觀光方面 其實以日本的例子來看 觀光的確是當局非常重要的收入 以越南來說 他們也很希望 可以拉攏更多的外國遊客 進入他們的市場裡頭 像是以越南來說好了 其實這個以韓國來講到 這個越南去玩的人 大概是這個在2023年 達到了360萬人次 當中他們比較喜歡去的地方 是現港胡志明市還有牙樁 主要因為天氣來說 是蠻不錯的 物價的消費體驗比較低一點 而且飯店旅遊景點也都明顯偏多 感覺上是一個比較輕鬆 還有放鬆的選擇 但是以韓國來說呢 其實在2023年 到韓國去的越南的人數 大概是35萬人 達到了這個韓國政府規劃的目標 是77% 主要也是希望韓國非常希望 可以把這個韓流文化 大肆的向外輸出 而且往內來吸引觀光客 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但是大家想說 去越南玩到底要玩什麼 或許你可能會打上一個大問號 當然這邊有非常多的觀光景點 但你可能不知道是在越南 有所謂的懶車經濟學 你看你看那就是那個懶車有沒有 搭上懶車一旁就是大海 往前看看不到盡頭 他懶車的那個總是綁重長 7,899.9m 會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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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越南南部富國島 距離地面將近50層樓高度 近8公里長的世界最長客運懶車 太恐怖了啦 懶車終點是太陽世界遊樂園 部分羅馬競技場 附刻意大利海濱城市 旁大鐘樓 仿巴洛克是噴泉 仿佛置身 歐洲小鎮 除了越南南部富國島 中部縣港巴拿山 也有一條被CNN評為 世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登山懶車之一 這裡曾是法國人的避暑聖地 現在是歐式主題樂園 樹立在雲端的黃金佛首橋更成為爆紅景點 越南觀光景點行程都充滿攬車身影 我覺得也挺有意思的喔 就是如果講到懶車的話 你會想到就是來越南搭懶車嗎 當然想到可能去瑞士還是哪裡嘛對不對 但是其實越南的懶車是全亞洲現在最發達 因為越南地形真的挺適合做懶車的 越南 凸顯越南經濟及旅遊業的轉型 越南攬車長度若按人均計算 在亞洲國家排名第一 現在最好的中原線 巴拿山來說好了 他山上他整個布置 其實就是一個歐洲式的一個中原 那對越南人來說好了 我可能負擔不了去歐洲的旅遊團隊 但是我只要付少少的攬車的費用 我就可以到一個很像歐洲的地方 那對於外地的遊客區來說 我是對於去這個地方我更容易到達 所以越南其實一直有在開發 很多限度的懶車嘛 包括到沙巴 過去二十年 越南就蓋了二十六條懶車線 大多數懶車系統 是越南最大的不動產和旅遊開發商 太陽集團所屬 太陽集團賣泡麵起家 在烏克蘭致富後回國發展 堅持每一個開發計畫 都要興建打破紀錄的懶車 彷彿是基於愛國使命 目標是要將越南標記為 全球旅遊地圖上必到勝地 集團他蓋軟車 他解決當地的交通問題 那他也幫助了當地的居民的觀光 例如說我今天在軟車道的地方 我蓋了飯店 蓋了餐廳 我併用了當地的工人 所以其實也解決掉了 他有時候例如說我蓋在山頂上 後來當地的少數居民 其他工作本來就不容易 但是他用這樣的方式 他幫助了當地居民的就業 讓他獲得人度上面的溫暴 觀光對越南這個國家的 總體經濟來說其實挺重要 擁有世界之最的纜車 帶動越南觀光緊急發展 也讓人看見 那些真的想要振興旅遊產業的國家 是怎麼做的 TVB的新聞羅氏彭王 和台北採訪報導 帶動觀光當然還是希望可以吸引 越來越多的觀光 進到國內玩才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現在在東南亞的觀光 遇到一個非常大的困境 就是路客不去該怎麼辦呢 尤其我們來看到新加坡的烏捷路 他說按照當地來說 這個數據來看的話 當地人跟外國客照理來說 這當地的消費額應該要各佔50% 但是呢其實目前看起來的話 旅遊業還沒有恢復到 疫情之前的水準也是2019當時的水準 跟中國到了經濟放緩 是有非常明顯的關係 尤其這個11月的路客數 大概只有10.4萬跟4年前相比 是下滑了非常多 下滑了接近6成之多 等於說路客不出國 整個東南亞的觀光 其實到現在都是沒有回血的狀況 尤其中國大陸想要去東南亞旅遊的人多嗎 其實是反而減少的 目前以來看的話 2023年他旅遊產品的業績 只有疫情之前的5成 主要緬甸在中國大陸的人心裡 就是誒詐騙非常多 過去可能會被騙 還有馬來西亞跟新加坡這兩個國家 東南亞是對很多中文大陸的人來說 過去已經去過了 甚至其實中國大陸的遊客 現在已經漸漸不擔心 疫情的影響 畢竟陽也陽過了嘛 所以說他們當然會想到一個 CP值比較高的地方去玩 但是到底關鍵是什麼 一旦江大學產業經濟系的教授 蔡明芳就說了 中文大陸想要避免通貨緊縮 而且它的內需持續減少 不可能有閒錢到國外去旅遊 所以等於說 東南亞有很多的國家 對陸客開放免簽的狀況之下 其實功效反而並沒有太大 再讓我們來看到 其實每年的跨年 不論是香港或是台灣 也都是可以好好的吸引 外國觀光客的一個時間點 但是呢 在當時的那個時間來說 轎車非常難 甚至有多元計程客 竟然刻意的攻台烘台價格 打開轎車APP 如果當時的需求大於供給的話 平台會採用浮動價格 大家都知道 但是跨年當天呢 舊駕駛提報 有人想要集體烘台價格 就有多元計程車駕駛 召集大家集體下線 讓價格倍數往上增加 把乘客當肥羊仔 群組對話記錄也曝光 有人說請新衣區附近 全部車種都下線 要拼三倍以上 再忍一下價格就會上來了 其他人回覆 再一趟價格多至少三倍 這位駕駛也說 這樣對其他同業都不公平 開車賺錢靠市場機制 有倍數當然樂見其成 但靠系統演算的漏洞 真的不他 像是街頭路到士林 20公里塞車花了52分鐘 乘客花費竟然要2534元 2534如果是以一般正常 計程車票表2000多塊的話 即使是夜間加成 你都可以跑到新竹去 對此平台回應 今年台北市跨年期間 平台合作車隊 主動提供烫刺獎勵 當晚借單情況沒有異狀 車資範圍沒有異常 或超出法規情形 不過消保官解釋 結帳時民眾已經知道 要付多少錢 因此沒有違法問題 但幾百塊的車資 漲到破切 民眾難接受 可能就不會在搭吧 就是選擇其他的方式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搭建車吧 其他車隊去年底 也推浮動機制 但怎樣計價 由客人選擇 尖峰時段 一樣可以用原價找車 如果加價自訂小費 媒合速度就會比較快 用APP 悠閒叫車 最低就是加50元 只能說 要不提早出門 要不多等一下 否則就是多花點錢 來買時間 TV北順 陳建銘的內心北市報道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 晚間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 新文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聽到 閃營 甚至 發 發 感谢观看